園藝公司的工程車翻側 環境在馬路上面 泥頭車就車頭損毀 將棍澳環保大道發生交通意外 一架泥頭車撞向停在萬綫的 園藝公司工程車 司機受傷被困在車內 事發在星期五下午2時多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將司機救出 幸好他只是受輕傷 由救護車送院自理 據了解事發的時候 園藝工人一行五人 在環保大道一帶進行維護工程 當時工程車車尾有掛上 淋水進行中的黃色指示牌 另外一名正在花槽進行維護工程的園藝工友 也都被碎片擊中受傷流血 獲送院自理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